人家说最刺激的过山车才两个斤 人家刺 每晚上走一个技职 你身体的感受不是简单的一个叠加 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么里边这个 这是正在做离心机训练的时候的设备 这个就是挺急的按钮 万一有特殊情况 自己无法耐受 或其他的因素可以按下 你就会停止训练 你按钮 没有 我们当中的所有人都没有 深圳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可令说 关餐门关大门 这个时候 一个声响了以后 你就独自一个人 坐在这个训练场里边 然后那个大门 再会有一个几大的降声 那个也关上 那么整个屋子里面就成你了 我觉得这个训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没比那个驾驶员的轻松 对 驾驶员也一样了 对呀 所以怎么理解这两个 一方面说普通人也可以上 一方面其实你们也经历了非常严苛的训练 到底普通人上不上得了呢 那我们就跟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任务性质 是有非常重要关系的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长期的飞行任务 那我们这次任务是五个月的时间 对整个身体的素质 整个全面综合的能力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和短期飞行 特别是和短期的太空旅游的这种情况 是非常不一样 第二个我们飞行任务的性质 是要完成整个空间站载轨的各项任务 无论你是哪一种角色和身份 只要你坐在飞船里边 只要你到了空间站 你都要承担起责任 嗯 明白了 就是等于很多的训练 很多的准备 我们是为了去应对一个非常极限的状态 对 对 来万无一事 确实是这样的 嗯 好 我们现在已经飞到太空中了 现在遇到的紧急情况 我们需要启动手动交互对接 是这么一个场景 对 我们这个时候要给飞船加速 什么时候开始对接 现在已经开始 跑怎么样 我看贵老师皱寸的眉头 我看贵老师皱寸的眉头 很准啊 今天太难得的机会让我体验一下 我看贵老师 他又可以往前 对 往前 好紧张 哎呀 我弄多了 他上去了 完了 我对不上了 太难了 我眼看着我们的空间站离我越来越远了 有点困难 对 这一次看来 对 对 您是非常鼓励型的老师 哪是稍微有点困难 这简直就是 差老远了 好的 我第一次尝试以紧急撤离作为结束 您最喜欢的训练科目是什么 哇 一下子我还真列不出来一个最喜欢的一个 最不喜欢的 一想到明天训练这个头疼 对 正义啊 对 一 二 三 四 头疼开始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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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四 一 三 四 一 四 一 三 一 二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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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展人航天发展历程的一个展览 从最早的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无人飞行 然后神舟五号是我们第一次展人飞行 神舟十一号又是实现了一个中期主流 那么到了神舟十二号任务 它就是我们空间站建造任务的首发任务 更新到神舟十五号 咱们这个建造阶段的任务全部完成 然后空间站全面建成 所以说我们神舟十六号任务 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一次的展人任务 盖好了你们是第一拨住新房子 对 那其实任务也挺重的 我知道这一次应用发展阶段开始了以后 你也是作为第一名我们中国的载荷专家 中国的科学家能够上到我们的空间站 也叫国家太空实验室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科学实验与应用的平台 比如说从神舟一号无人飞行开始 实际上我们就通过飞行器开始做一些实验 那么进入了应用与发展新阶段 相当于我们是第一发任务 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完成的科学实验项目就已经达到七十项 超过了之前十七年的这个实验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核心餐大触段内部人活动区域 挺宽敞的 对 那么在这块呢 大触段的A区是布置了我们核心餐的科学实验机柜 那在顶上那个呢是无容器实验柜 在上面利用静电厂把材料给悬浮起来 这一块的实验只能在太空实现 因为地面上它必须得盛住它才行 在地面上想对于材料进行无中立的这样的这个悬浮 非常困难 那么利用天上这种失重的环境 我可以更好的研究材料本身的一些物理特性 甚至呢 明白 用它制造一些没有容器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新材料 您第一次站到太空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实验柜前面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心情和状态还记得吗 说实话 刚上去的时候还在这个适应你的 其实更多呢 关注的是自己怎么快速的适应 可能有比较开心比较激动 终于能够到太空做实验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经历的焦点更多是怎么把这个实验完成好 所以说对于这个感受和体会这方面没有更多的区域想 然后在天上这个任务也比较多 从早到晚 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协同一起工作的 对 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覆盖道 就必须要形成一个相互备份 比如说杨祝他负责维护维修的操作 那么我们也需要掌握相应的技能 您是负责这些 更多的是科学实验相关的 科学实验相关的 这是您第一负责人 他们同样也需要掌握相应的实验开展的技能 灯了 杨祝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很有意思 就是说两眼一睁闷到西灯 真的是 杨不完的活 对对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睡袋啊 对这是头的地方 那边是脚的地方 一般来说在天上咱们这个睡袋 边边的会有一些固定的地方 可以和咱们这个睡眠区 这些地方的环儿勾散 然后把整个睡袋相当于和这个床板有一个连接 你就不会乱飘了 那你比如说我在天上呢 我就喜欢要相对自由一点的这种 我主要就在腹部这块有一根绳 宽松的约束一下 有时候早上起来你会摸不着北京说 这是在哪一个方向 有时候觉得还挺好玩 对有一个航天员玻璃亚科夫 他说过失重是最柔软的一辆船 你什么时候觉得 哎我也许也可以去到太空 2003年的时候 我还记得10月15号 当天中午在学校里边 我听到校园广播传来了 杨立伟航天员 成功飞上太空的 这样的一个新闻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 非常的振奋 非常的开心 脑海里面呢 产生了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是 如果说加莱 能够成为一名航天员 飞上太空 肯定会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 身体条件差距太大 也不知道通往这样的 一个目标的这个路径 该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呢 离我应该是太遥远了 第二个想法是什么呢 从事做微星 导弹 飞船 相关的工作 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直接导致 我在高考以后 选择去上北航 宇航学院 学习飞行器设计工程 这个专业的 就是您当时觉得 当不了航天员 但是可以去设计一些航天器 也很酷 我是宇航学院硕士二年级的研究生 我是贵海长老师的学生 那当时你为什么选北航这个学校 比较有意思 因为它目标是地球之外的东西 人总是对未知的事物特别感兴趣的 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点泽宇航的学院 我是火箭发动机动力的 发动机是一个比较 动力线性 然后你的发动机做好了以后 你们是来管发动机的推力 怎么用 然后让它到达 分配到达的目标 他们可能负责提指标 就是我需要推力多大 但是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指标 然后制造 然后修改指标 其实我跟其他三位同学不太一样 我不是宇航学员的学生 我是材料学员的学生 其实也是服务我们航空航天相关的事业 对之前有一位老师 其实你就形象的比喻说 他们在做的是发动机 而我们是给发动机穿上一件保温层 保温的衣服 说实话 我们可能决定了航天事业相关发展的一个 最基层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只有把这个忍耐温度做上去了之后 我们可能才能有更大的推力 然后可能去飞到更远的地方 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甲方 继续提指标 继续提指标 这个是任何一个环节 如果要是不给力 或者是没有承担起自己的那个重要的职责 到最后的那个结果 就真是没有办法实现 你们对航天的工作者 有没有那些印象深刻的 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人 他是一名火箭装配工 他的工匠精神是非常打动我的 虽然是一名装配工 但是他会在装配的背后 他会去了解他背后的原理 亲自去各个车间学习那些知识 包括自己去图书大厦读书 补充一些实基础 就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头 就是让我非常的触动 你小的时候 小学初中高中 都是属于学校里面比较拔尖的 在当中学校是比较不错 对 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其实好多科目我最喜欢 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 地盘比较可以看到的内容比较有限 觉得在书本里面看到的世界会非常大 所以说特别喜欢上课 就憧憬就是学习中开始的时候 花心课本 教室讲台上一落一落的那堆的 而且整个教室在跳的那种新书的游默 特别期待老师点到这个名字 然后秘光逼近的算全 把课本里放在别人翻唱 这个学习有什么新的理想 对 想一讲还是特别怀念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下意学生时代的一种仪式 有意思 不是很容易想象一个小孩子会那么爱上学 是一个什么状态 其实很多小孩都挺喜欢上学的 但是有一个就是小孩都喜欢玩 然后我们小孩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玩 我们也想进一切办法的玩 在天天地头玩 到山里边玩 到水里边玩 我们学校在清平洞小学 旁边真的就是一个洞 我们就到洞里边种一下 小的时候 你看到天上 有飞机飞过的时候 总是眼巴巴的 抬着头 一直看到它消失你的视线 然后晚上开心情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狭想 但是呢 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的时候 来自己 有着一日 能够 真的非常太高 陀螺 快速地转的情况 对 走 好 同学们 不要改变陀螺的当下吗 同学们看我是不是转身了 反过来呢 跟陀螺回来了 好 再回来吧 陀螺 陀螺 那个 他还有一个 对陀螺 对陀螺的那个 那个勾形是之前提出来的 龟老师在太空中 做实验的表现 你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还误评了 真的 真的 对 他回来之后 给你们提了什么样 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就比如说人 假空间站 如何和 这个机器人 共同完成一些作业呀 比如说机械臂等等 但它和传统意义上 机械臂 在应用前景上 还有差别的 因为它毕竟面临的是一个 外太空 失重力 高辐射 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如何去设计 它的一些动作和任务 让它能帮助我完成 日常的工作 正在做这个事 对 正在做这件事情 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意思 实验室在哪儿 今天能不能突击检查 一些进展 可能可以 一会儿可能 我老师会带着 好的 好 好 你好 你好 小朋友 你好 你们好 你们认识他吗 他是一位叔叔 他认识一个 又被传的一员 是吗 对 谢谢 嗯 一看就说 我北上司机 对 我闻闻闻 你看大高个儿 刚才我们还说呢 他有没有想过当宇航人 然后他说 您说他个儿太高了 我看他们一样 在轨期间 常怀的机械臂 有时候 我闻不成的一些任务呢 又由航天员出舱去完成 比如说 特别精细的一些操作 你组装装配呀 在轨的一些线缆扎拔呀 看上去很简单 那实际上呢 对于目前的这个机械臂 机械臂来说 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任务 如果说将来 能够在我们的空间站里边 我们投入更加灵活 更加智能的机器人 那这样的工作呢 就有可能 有机械人的完成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现在我们只是有那个大机械 把人送过去 但是未来可能会有那种 特别精细的 精巧的机械手 不膜 但这个数据手套呢 能够采集他这个手上的 关节的信息模拟 手上的运动 他在学 跟随 对 学习跟随 太酷了 这是啥时候 贵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 这个学期初 当时是给你打电话 对 差不多 天降作业 哈哈哈哈 张阳老师 你给你机械手握个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来了 哎哎哎哎哎哎 好可爱 嗯 哇 他每个关节都可以很灵活的动 对 总共有20个关节 可以尽可能地去模仿能的手动作 你好 你好 对 他现在会啥 他现在还是一个初步的 后期志向 怎么说 让他第一个杯子 让他可以自主地完成这样的工作 嗯 不断地迭代往前 提升性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 真的 他运动要极限位置 他为了握手很拼啊 哈哈哈哈 恭喜他这边有 嗯 看这种东西要在开空中能够好用 比在地面上更复杂一些 对 风吹日晒 风吹倒是没有 日晒可能达到150度 低温的时候离开100多度 这样的这种高低温交变的情况 确实他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不一样 嗯 现在空间机器人 应该来说是我们在空间站开展的 航天技术领域试验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和方面 对 您在天上的时候是作为一个使用者 体验者去把这个过程经历了 那您再回来去做设计的时候 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再回来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会带着更多人的视角 人的因素 航天员的因素 以及天地差异的这种认识 能够帮我们更好地做这样的研究 您本身的这种研究领域 做的是飞行系这块的设计 对 相关的一些单向的技术 那么能够加入这个队伍当中 认识航天员 载轨需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怎么样从事这些工作 这样的经历和见识 对于我从事教育学工作 乃至于从事科研工作 也会很有帮助 就是非常对口的一个 对 虽然这个理由 我觉得已经挺充分的了 但是回到那年的时候 你想您完成了博士 到博士后的学习 刚找了一份这么好的工作 回国到高校任教 而且是您的母校本专业 刚入职半年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要开始开展 要开始做研究了 要开始带学生了 盖平的职称要开始抓紧了 这个时候 其实年轻教授们之间的竞争 也是很激烈的 确实是 那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首先参与这样的一个选拔 必然会占有你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前面有很多位置在等着你 第一能不能选得上 第二你选上了以后 这样重大的一个调整和转变 应该是否能够接受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从我个人的因素来讲的话 我可能更多的考虑到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喜不喜欢做这个事情 对于它背后的得以师可能计较的并没有那么多 他拿到的人生剧本一般 从上学到就业到成为航空员 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 每一步都非常的高效 挑战可能更体现的是 长时间的一个考量 当中大学的时候 产生过一段迷惑 就是大学应该准备下 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 比较不知道这个可能性 这个力量都是在哪 那您觉得您进入大学以后 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学会做选择 我觉得这可能上大学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吧 因为在不断地选择过程当中 就是在不断地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呢 知识储备啊 能力状态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在不断地成长 老师 同学 父母 好多的意见呢 都是参考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做决定 这个是非常考验和锻炼人的 我觉得能把这个能力在大学期间锻炼好 会终身受益 那您的大学在选择中 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一个呢是发现和坚持自己的兴趣 我当时抱着特别简单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对航天出浅的一些兴趣呢 来到了北航 选择了一个专业 但是真正到了大学以后 你学了这个专业到底能干什么 你即使做航天 航天这个领域也非常的大 对吧 你可以选择去科研院所 你可以留在高校等老师 你总是在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但我发现也就是在学的越来越多了解的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就有入学的时候比较粗浅的一些兴趣 变为比较浓烈的喜欢 到最后呢就是热暗 决定在这个专业坚持下去 走下去 这个是我们学院历年来的峰会一个项目 赢了就一能奖 一能奖是可以保研的 你知道吗 在我们学院 有奖金吗 如果赢了的话 保研已经比所有的奖金该分两奖了 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绝逐阶段了 祝你们好业 祝你们好业 紧张吗 这已经参加过了 这已经散言了的 研究生指导本科兴做 那你紧张吗 紧张 紧张 您当年也参加过这个比赛吗 对 我参加过 当时我们是做啥呢 我们做一个机械手 对 也是几个同学一起弄 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初赛答辩 初赛 对 然后呢 很遗憾 不如我们这些同学 实际上是成绩 就被淘汰了 对 所以你是保研了还是考的研 我保研了 我这个 这个冯若威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它也是一个综合测评 没有拿一等奖 你有二等奖 或三等奖 好像都有加分 对吧 现在也是 那么你其他学科竞赛 你的学习整体 综合测评 对 那也可以 就本科阶段去比的话 你们现在已经比 贵老师当年要强了 超成果了 加油啊 祝你们好运 嗯 我觉得我还是就是 非常普通 不敢说我的经历和经验 能对每一个人都有作用 但是呢 作为一名老师 我在大学里边 确实接触到不少的 年轻的学生 我有这样的这种观察 就是刚来的时候 好多同学都热情满怀 充满聪明 觉得要苦学一番 大干一番 将来有一番作用 但有可能会在大一读完了以后 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不像原来想象的 对吧 像以前那么优秀 那么突出 原来也是很普通的 但实际上我的感觉是 普通是对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 我们作为一名普通人 可以通过努力 把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做好 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 有这样的自信 就可以去面对很多的选择和挑战 因为它立足于认识到自己 通过努力 可以把事情做好 所以您作为我们国家 第一个登上太空的科学家 会不会有这种 特别幸运幸福的一个感觉 是 你说的特别对 在我们去九泉的时候 参观了东方红发射塔架 我们国家第一个卫星发射塔架 在发射塔架的附近 就是一个小的地宝式的一个指挥所 里边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设备在我们今天看来的话 应该都是特别成就 但是我记得有一句话 在指挥所的墙面里面 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 赶上并超过世界限定水平 当时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特别震撼 特别受复动 因为不远的将来 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今天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